普通的民女 算了算了 只要不是小乞丐 就已经很好了 确认选择 皇宫正在招选宫女 哎 我的机会到了 哈哈 只要我选对衣服 我就可以进宫了 哎 这件衣服好可爱呀 特别是这个发型 我最喜欢了 什么 你怎么这个表情啊 居然说我吐离吐气的 啊 我被叫为小乞丐了 什么 我刚刚说 幸亏我自己不是小乞丐 没想到 刚一出门 就变成小乞丐了 哎呀 我要赶紧的升级升级升级呀 教终贫寒 准备出门摆摊 摆摊 这个表情 哎呀 不好不好 再怎么说呀 小乞丐也要穿的美美的嘛 我就穿这件衣服去吧 哦 快看 嘿嘿 有人夸我是可爱的小美女 现在身为美女了 那这次进王宫 我就要选另外一套衣服 就一定能进去了 哦 又被夸仙女下凡了 哈哈 我现在正式成为一名宫女 那我就穿这一套衣服去吧 我呀 一定要打扮好一点 这次选衣服 要谨慎再谨慎 哇 终于身为修女了 那我要穿这一件 可爱的猫女装去见皇上 哇 太好了 皇上说 属我最贴心可爱 分为结余了 哈哈 看我一步步 怎么从一个普通的美女 并且从一个小乞丐 变成皇宫的后宫之主 画师打算为我画画像 那我就穿这一套可爱装去吧 哇 快看 彩帽出众 日后前途 必有前途 哈哈 身为答应了 这个老师可真有眼光哦 汉林学院入学考试 那我就穿这一套衣服去 简单 干练 哈哈 又被夸 太多端正 现在身为贵人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离皇后之位又进了一步 宫中 忠然要去祈福 祈福 这一套衣服太过浓重了吧 我还是要低调低调低调 再低调一些 就穿这一套去吧 啊 怎么回事呀 哎呀 居然说我 这个穿 这穿着是胡闹 又降维答应了 哎呀 怎么办 这也太难了 难道 我永远没有办法 登上后宫之主 登上皇后之位吗 啊